好 剛剛看到桌上這好幾杯飲料 看起來這郭台銘呢 很想跟柯文哲好好的喝杯咖啡 但是就來看到喔 這郭台銘有邀侯友宜喝咖啡嗎 有點尷尬的是侯友宜說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接到消息 而外界一直在想說 這到底再也有沒有辦法做到整合呢 我們來看到國民黨副主席 林盛文他說確實其實曾經跟郭台銘談整合 不過他就提到說呢 其實看起來整合之路有點困難 因為沒什麼彈性 他說呢就是被要求要郭上侯下 中間沒有任何參選的可能啊 所以他也認為說這看起來是有些辛苦的 好 倒是這個郭台銘呢 因為他接下來要參選了嘛 他會提到過去的為台灣做的一些事情 疫苗這件事情就被拿出來講了 可是我們就來看到 這個國民黨立委李德維 他就說郭台銘是拿疫苗這件事情 來情緒勒索大家 說之前你曾經這個打過郭台銘 所這個由他來帶進來的這些疫苗的人 是不是都應該要投給他呢 他就講說其實裡面呢 你還要算進台積電跟瓷劑啊 不能把這兩個的功勞呢 都把他放在一邊 而且他有講說 這一切都是郭台銘的算計 還說他說還不算話 市場二十七號是不是見了郭台銘 有談到說為了大局都可以談嗎 可能想再跟郭台銘見面吧 或許是消息見光死郭猴二次會破局只好這一次延期 但這麼一來一往中間穿插各方說法 似乎也磨掉了侯正穎耐心 國民黨跟民眾黨還有甚至是郭董這一邊 其實根本還沒有談出合作的這個最後的方向 只是在打草稿而已 但外界評估郭台銘宣布參選後 郭力侯友宜儘速整合藍軍歸隊 尤其是郭台銘的競選核心 地方派系議長系統也會陸續出走 考量的就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手中的殺手劍不分區名單 綜合考量之下如同雲林前縣長張榮衛大力挺郭 郭震營嚴正以待 期望這次連署衝破百萬門檻 就看民腔起跑後氣勢能否延續到最後 記者綜合報導